明星的脸能精致到什么地步呢? 大概能精致到随便一张路人街拍照,都让人误,以为是精修的写真图,小编带你看看,那些在路人镜头下脸也很精致的明星们。 一,刘亦菲露人镜头,吓得刘亦菲比精修后的图片还要好看,每一种抓牌图都很惊艳,有天仙姐姐之称的刘亦菲,她的美是很特别的,她的相貌柔和了很多种非常矛盾的气质,偏偏又非常和谐,实在让人感叹造武的钟爱。 二,张卫健年轻时的她颜值很高的,当时的颜值放到现在也应该小鲜肉级别的,还记得以前的七天大圣,小鱼儿何方式与经典角色,在观众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 从当时无绿镜壳粉底的精修图片中,可以看出张卫健确实很帅,明眸好齿的很动人。 三,陈坤陈坤的颜值,有西方的立体深邃,东方的神采俊美,帅而不扬,天生带着忧郁气质,路人镜头吓得她,眼神还是炽热如旧,却不在智能。 四,张子怡对张子怡的长相,大家两极分化得很厉害,一部分人觉得是角色,一部分人觉得是平淡无奇。 小鞭认为她的长相是波澜不清的顶级美人,路人镜头吓得她虽然没有美艳无边,但确实很耐看,五官很精致。 胡德她有一张很有故事的脸,虽然有伤疤,有缺陷,有人觉得她特别帅,有人觉得她一点也不帅,她并不是那种大众美男。